如果可以不要講這一集的主題 我真的很不想講 就如大家的標題所看到的 就是最近很多人看到我就問說 衣修 看起來好像變胖咧 你是不是負胖咧 衣修你變胖了 我胖了十幾公斤 所以這一集我就要講說 我的負胖的這個慘痛的故事 為什麼會負胖是因為我就是 這七個多月來完全沒有辦法運動 常有人問我說衣修你可以禮拜運動幾天 我說我大概禮拜運動四天吧 然後每次大概是四十分鐘到一個小時 那很多人說很多欸 會嗎我覺得蠻剛好的啊 就是意思了我都是很習慣這樣子的運動量 可能是做重訓啊 可能做有氧跑步啊 或者是騎飛輪 然後為什麼會負胖就要講到說 在四月的時候呢 那時候就剛好有NBA的Final 就是季後實在正在打 因為我平常就有做一種運動的習慣 那我想說 我如果邊騎飛輪邊看NBA 不是一石二鳥很划算的一件事嗎 通常呢我平常騎飛輪大概騎差不多四十分鐘 一般不會超過一個小時 因為我覺得 騎飛輪是一件很無聊的事情 我覺得啦 然後第二個是因為 每次騎飛輪我都會覺得我的屁股不舒服 所以我其實不敢騎太久的飛輪這樣子 今年的季後賽開打的時候呢 因為就是 我很喜歡林素豪 那我很期待可以看到林素豪可以上場 所以不管那場比賽林素豪可不可以上場 我都會看 比如說久點打我就會久點開始騎 然後就慢慢騎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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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能騎到差不多十點 中場休息我的個人休息就對了啦 那下班場又來了嗎 那因為這個時候我已經全身是汗了 我又不想去洗澡 那我又不能躺在沙發上 或坐在我的椅子上 因為我身體是濕的 那我就乾脆又上去飛輪繼續騎這樣 那一般差不多是兩天到三天 會有一場季後賽 所以我就每兩三天我就會騎一次飛輪 短折一個半小時 長度是兩到兩個半小時 那其實我那個時候在騎的時候呢 我就已經覺得我的屁股有一點點不舒服的 覺得屁股好像有點破培你知道嗎 就有一點就是吸吸這樣子 洗澡的時候會有點痛痛的 那我就想說可能就是屁股破皮 然後就不以為意 避開那個屁股會痛的位置 不要去壓到它 然後就繼續騎這樣 結果咧 又騎沒有幾天 屁股更痛了 而且那個屁股痛有點像是 就是那個好像長痘痘一樣有沒有 腫腫 很多男生都有聽過自瘡這兩個字 我就懷疑我是不是得了自瘡 我就上網查了很多資料 我也不敢去看醫生 因為我想說去看醫生 屁股要給別人看很尷尬 那我就去藥局去買那個叫什麼 痔瘡藥啦 痔瘡藥呢就是 內服外用 就是擠進去然後外面也擦一擦 通常說如果你是痔瘡的話 這個可能塗抹三四天就會好這樣子 奇怪沒有好轉耶 然後還更嚴重耶 我還記得是今年的母親節那一天 那一天呢老婆還訂了麻辣火鍋 她說很久沒有吃麻辣火鍋了 我其實屁股有點不舒服 然後所以我那天其實我已經有點爐坐針瘡了 想粗俗一點啦 我只要肛門一收縮 我就會覺得很不舒服 可是因為是母親節吃麻辣鍋 然後我又不能不吃 其實在邊吃的時候我是有點就是 一直隱隱作痛然後有點冒淪汗這樣 後來到不舒服是我只要走路 我就可以感覺到腳屁股那邊有一個明顯的腫塊 我連走我都不敢 我都有點像誰甩牙你知道 就我得腳開開的走這樣 那我就上網查呢說這個有時候可能泡個澡會比較舒服 所以呢我當天回家我還泡了熱水澡 我邊泡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我一直覺得頭有點狂狂的這樣子 泡完之後我開始全身就是有點就是胃滑 就是好像發燒一樣我開始全身胃滑 就是我叫了我把電風扇跟冷氣都關掉 所以我很冷 我就被把自己包得緊緊的這樣 然後就覺得說我發燒了這樣 我其實前兩天我就有上網一直在查 所以我覺得我這個好像不是單純的痔瘡 因為痔瘡如果我塗那個藥應該會好 但是都沒有好嘛 而且那個時候我已經痛到不行了 那個痛我真的非常難以形容 如果你是男生應該知道 男生有時候淡淡不小心弄到會很痛 對不對 那個比淡淡弄到痛 還不舒服大概有五倍到十倍的程度 後來我查到一個病 那個病我這輩子從以前從來沒有聽過 那個病叫做肛門樓管 而且我查到的所有的治療 都說只要如果你是肛門樓管 你得住院 屁股要開刀 可是我現在的狀況不允許我老婆跟小孩去醫院照顧我 因為我老婆不一定在家都不求孩子 所以我在找說有沒有就是 不要有那個住院的方法 後來我就查到了就是板橋有一間 不過我這邊不是要推進醫院 所以就是大家自己可以去查就是板橋有一間 那當天我就去板橋那一間 我就去給那個醫生看 然後那個醫生就確診我是肛門樓管 而且他說有點嚴重 我已經痛到真的快死了 當天我只要能夠緩解那個疼痛 我都是不管什麼我就做了啦 所以其實那個手術是要自費的 他沒有健保 醫生就跟我報了一個假期 在當下我就已經處理了 而且那家醫院是一個看起來很高雜的醫院 可是弄得很乾淨啦 所以醫生就幫我先做了就是 類似輕創的一個手術上 專業的品質叫引流啦 就是我其實就是我的那個 屁股那附近的那個腫塊 就是裡面浮花濃的這樣子 你可以想像像我們臨上找痘痘 剃一條襪一樣 只是它是剃在你的屁股的周對 你想想看這個病要怎麼跟人家起始 說我的屁股長了一個膿 然後引流就是把那個傷口把它劃開 讓那個洗出來 如果你正在吃飯的話 你可以考慮就是吃完飯再來看 因為這個過程還蠻噁的 然後他就說你回去會比較舒服 可是你這個手術是要做兩次 因為你現在劃的膿很嚴重 所以你只能先把膿先清出來 然後因為剛好我一個月就要出谷 那時候好像要去日本 就得我去日本回來之後再做第二次的手術 可是你知道嗎 第二次才是那個痛到快 真的是痛到我覺得 我第一次想要靠那個什麼 麻菲還是什麼來止痛 我第一次有這種念頭 所以第一次其實是這個小case 第一次醫生幫我引流完之後呢 我就是每天要去那邊換傷口 在第三天我看的傷口真的快嚇死了 那邊就像是有開了一個洞 在你的屁股旁邊一樣 我就問那個護理師說 不好意思我想請問一下 我那個屁股那邊有一個洞 那個是正常的嗎 那護理師就說那是正常的 他說之後會慢慢合起來 他說有人的山口那個洞 像是核桃這麼大一顆 像是那個棗核這麼大一顆 幹也太可怕了吧 怎麼會有人的 在屁股旁邊開一個洞 像核桃這麼大一顆耶 就是那個洞也太大了 那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這個肛門柔管 它也有幾個病症 第一個就是 你的屁股那邊會腫起來 然後化膿會發一分不出來 第二個是 其實你的肛門會有點癢癢的 然後所以如果你覺得有點癢癢 就表示說裡面可能還在化膿 會有一些些的分泌物 分泌出來 分泌物是長的 所以你的肛門會覺得癢癢 會覺得不舒服這樣 第一次你要玩 其實我的屁股裡面 都得貼一個紗布 因為不要讓它抹擦 不要讓傷口弄到 所以就這樣弄了一個多月去日本 雖然每天要走路 可是其實我每天走路都不是很舒服 因為我只要抹擦 我長久就會痛 結果在日本回來呢 我自己可以明顯感到 他還是癢癢的 而且那邊還是有點硬快 所以我又去看了 又去看了醫生 然後醫生就說 他就問我下次去韓國多久 我就下去韓國是一個多月這樣子 他說那你就先來治療 然後到去韓國應該還來得及這樣子 他就第二次幫我做治療 你知道嗎 做手術的時候呢 有一個護理師 因為傷口在肛門那邊 所以護理師得把你的屁股掰開來 然後那個醫生才能動手術 那因為我天生屁股就比較大 所以在掰開我的屁股的時候呢 那個護理師不非常辛苦 到後來我可以感到護理師手面在發抖 因為他如果掰不破開 醫生就會很難處理 雖然他有打麻醉 但是因為我的手術過程當中 持續的大概快一個半小時 那個醫生邊弄他知道 你知道他怎麼樣 他邊弄這樣子 齁 直接請下就好 然後再邊弄 齁 一直接請下就癢 一直弄 然後那個護理師手就一直把他抖 然後那醫生就罵他 還會罵他 因為那個醫生可能說 你不要動 你手不要抖 有一個過程叫電燒 那個電燒 那個護理師有時候還被燒到手 他就會丟一下這樣子 我就很痛 然後他們就叫我說 放輕鬆 深呼吸 我說我很盡量 但是你知道嗎 你可以想像如果你隨便拿一支針 去戳你的屁股好了 就想像有一支刀子 一直在割你的屁股那種感覺 覺得真的是 每一分每一秒 都像是世界末日一樣 那因為我不想要讓我女兒 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我是自己開車去 我的傷口 我是頂著傷口 自己又開車回家這樣子 那之後呢就每天就是 開車去 開車回來環繞 開車去板橋 開車回來環繞 大概都來回這些兩個小時的 車程 但是我為了不要主演 所以我就選擇這個 比較麻煩的方法 你可以想像這是一個胃膠片 在回家那幾天我真的是 什麼事都不能做 我連平躺都不行 我只能側躺 而且側躺一邊會不舒服 所以我得一直不停地換邊 我身體只要移動一分一好 屁股的傷口 就像是有哪一把刀子在割一樣 醫生給我開了止痛藥 我還自己去藥局 又拿了止痛藥 我一次吃兩種止痛藥 然後我一天吃六吃止痛藥 因為我只要每隔兩個小時 藥效痛的我就覺得 就是世界末日又來了這樣子 這樣的日子呢 維持了大概一個多月 然後當時呢 為什麼會腹胖 也要講到這個 就是因為當時 在那個不舒服的階段 因為傷口要癒合 然後其實我那個時候的 免疫力狀況不太好 所以我們就要講到說過油不急 不管做運動也好 吃東西也好 我如果不要選擇 連續這樣騎背輪 騎可能一兩個禮拜 然後每天騎兩三個小時 我也不會因為反覆的摩擦 造成我的肛門線那邊 就是可能發炎 然後進了就是 造成肛門樓管這件事情 然後第二個呢 是因為其實 那時候可能我也想要做一個減脂 大家要注意一個狀況 如果你的熱量攝取很低的 免疫力會下降 那可能那個時候 我製造太多熱量吃脂了 所以我的免疫力可能有點下降 又造成了這件事情又加速的 就是更嚴重 所以過油不急 真的這個慘痛的經歷 我跟你講我這輩子 其實不會再騎飛輪的 我已經決定不騎飛輪 不騎腳踏車了 如果你要騎飛輪 最好那馬上就穿車褲 穿那個屁股的一個保護的 要馬上就騎低於一個小時一下 那時候我為了希望 我的傷口可以趕快好 我希望我身體可以趕快回補中空 每天都吃很多東西 就是希望說我的體質可以 就是回到一個比較好的狀態 然後第二個是因為 我本來是一個有運動習慣的人 但是我那幾天 那一個多月兩個都想說 是完全不能運動 五月份到十一月份 已經接近六個多月 快七個月 我是完全沒有做任何的運動 最多的是走路 一直到最近一個月左右 就是我現在的狀態已經比較好 我已經可以正常走路了 然後我的影視也開始在慢慢控制 所以我現在趕快拍這部影片 是因為三個月後你看到我 我應該就瘦了 所以現在是保留我比較胖的樣子 當我下了這個宣示的時候 我如果今天拍的影片 跟大家說一休 我一休三個月會瘦 我如果三個月後還是一隻豬 請你們去退站我的粉絲團 好不好 這個我賭注下大的 我想就是要下這麼大的賭注 你才會有辦法正確的執行 那我給自己的理想 是一個月瘦兩公斤左右 目前都在透過一次通知而已 然後接下來就是會加入一點運動量 所以三個月應該可以瘦六公斤左右 那剛剛講到胖的幾公斤嗎 我從六十二公斤到就是 上次量體重大概是七十六公斤 就是胖的十四公斤左右 不過這其實有一個小小的誤差 就是我現在肌肉量比較多 所以因為我現在的狀態其實我只要到六十八公斤 六七公斤左右就是還蠻好的狀態 但總而言之呢 這一集在告訴你們呢 如果你想要靠騎飛輪減肥 第一個請穿車庫 第二個不要騎超過一個小時 然後最好是控制在一個小時以內 因為我有問醫生說 那一般會得這個肛門肉管的人是什麼人 他說 就比如說你可能常拉肚子 這個我有 衝血腸胃就比較不好 然後你飲食習慣可能比較不好 這個我也有 因為我很喜歡吃辣 也因為這樣子 我藉此真的去徹底的改變 我以前不非常的愛吃辣 但我的腸胃其實很不能吃辣 我只要吃辣 我就會肚子痛 我就會拉肚子 再來我其實以前有 有點暴飲暴食的習慣 那你知道我是一個很極端的人 所以我如果這樣吃的那天 我就會吃很多 所以宵夜那天 我可能就會吃兩三百塊的燒烤 鹹酥劑 因為肛門肉管這些事情 我徹底的改變了 我過去覺得非常難改變的習慣 我現在不吃辣了 我不喝酒了 我不暴飲暴食了 而且我每天吃非常大量的蔬菜 就是為了讓我的腸胃的狀況 養得比較好 直到現在我終於每天看到我的 可愛的布朗克先生 對 第二集你們有看到布朗克嗎 我現在每天看到可愛的布朗克先生 我很高興 布朗克的狀態也是非常好的這樣 如果你看完這支影片 看到現在 我非常佩服你的耐心 請把這個影片傳給你朋友 告訴他說 一休負胖是有苦衷的 不要再喝酒他了 我三個月十個月後 我就會收回來了 好啦 那這一集就 跟大家講到這邊 對 我負胖了 不過 相信我很快就會重振熊光的 不要再笑了 要跟大家講掰掰啊 掰掰